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会让我的头皮很不舒服 经常就会很敏感感觉有点油 其实也就一天没洗头而已 就下午就会感觉很不舒服了 这个洗发水它是绿色瓶子 然后紫色标签的 它是草本系列的其中一个 然后它是有不同颜色的标签 就会针对不同的功效 这个紫色呢是专门针对头皮护理的 然后还买了它这个同系列的护发素 搭在一起效果会更好一些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 我就感觉效果还蛮不错的 所以就录一篇分析啊 它这个质地呢是那种透明的液体质地 流动性还挺强的 就不是那种粘稠的 我一倒回去就比较美 护发素也是 这还挺粘稠的 但是好像它味道很好闻 它味道是那种薰衣草的味道 我每天洗完头发睡觉 就闻着就是感觉很助眠 闻着还蛮舒服的 我买产品呢也会去查一下它的成分表 这里面是没有硅油跟硫酸盐的 然后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厉害的成分 叫阿尔法寡糖益生源 对吧 对 这个成分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头皮环境变好 用一段时间就给它出油啊 或者是长痘啊 这个情况就会少很多 可以让你头皮的这个环境维稳 行了 我去洗澡了 一会儿见 我现在洗完澡了 我刚刚背了一下剧本 然后等了一下头发自然干 它现在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我再稍微的吹一下 我根本来坏了 然后就很吹一点 行了 就这样吧 这个洗发水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它洗完了之后你的头发会很蓬松 就很多洗发水洗完之后你一吹 它就特别的贴头皮 就跟二个一样 这个就不会 这个就很喷 很不错耶 朋友 底下就让它自己慢慢干 我特别懒不爱吹头发 但是不要学我 一定要把头发吹干了再睡觉 不然的话第二天会头疼的 像我就经常第二天就头疼 就是因为懒 嗯 你看 特别蓬松上面这个地方 好啦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